怎么还不回去 过节不回去 童年下什么火 哪有你这样做婆婆的 跟阿俊姆回娘家过节 我在这过节童年不行吗 在这里哪一天不是童年啊 行李我给你们收拾好了 赶紧去找阿俊 你们俩回去多问几天 婆婆你怎么什么都要管 我都和阿俊商量好了 婆婆也是吗 我能不管吗 赶紧回娘家去 真心快到了 趁过节多在家问几天 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小青和阿俊会回来陪我的 不要你管 赶紧去吧 哦 小青啊 妈妈做了你们姐弟 最爱吃的红烧排骨 你们什么时候到家啊 妈 手头上有一批货 必须要赶出来 今天中秋 我和阿俊就不回去了 还有几天才中秋呢 来不及吗 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吃个饭了 哎呀妈 吃吧什么时候不都可以 真的这几天走不开 阿俊跟你说吧 妈 这几天常理一批 我必须要赶出来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就回去看你 好好好 慢点好 那我托人把排骨给你们送过去 中秋节嘛 也算通通圆圆的 好我去忙了 先挂了 嗯 一起吃顿饭 都成了奢侈了 哦吼啊 那今年你不是的 一个人过中秋节啊 嘿嘿 孩子们都忙 有时间的在聚也是一样的 我看啊 都是借口 真想说的话 有什么走不开的 我儿子也在城里半场 他什么就有空回来陪我 还说要带我去什么有点大会 不起都不行 嘿嘿 那挺好的 那你忙 阿雄 真真 你拉在心里干嘛 婆婆非要我们回娘家过中秋 东西都给我们收拾好了 你没跟她说 今天我们陪她过节 结果我们回去 我说啦 婆婆硬要我们去娘家过节 而且大姑姐跟阿俊又回不来 到时候家里就只剩婆婆一个人了 他们开一个破棺 才有那么忙吗 过节都没可能回来 好像是要赶火 怎么办阿雄 总不能让婆婆一个人在家 收拾一下 我们去找姐和阿俊 好 哎 这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这是我买来中秋上月时 大家一起吃的三只松鼠月饼 无种口味 每款都好吃 还有你爱吃的芒果干 这个护发酥给老妈用 用了头发布毛大 走吧 我们去找姐和阿俊 拉也要把他们拉回来 好 阿俊 你怎么回事啊 说好了今年要回去过节 怎么又不回去 哥你也看到了 这一大堆的货要出呢 过段时间有空了就回去 钱是挣不完的 但时间是有限的 平时忙也就算了 妈就盼着过节能跟你们聚一聚 你们就这样对她 大姑姐 真的 你怎么来了 场地不是赶货吗 我和阿俊过来给你们帮忙 都说了这几天赶货 过段时间有空了就回去 还有几天时间吗 我和阿俊一起帮忙 来得及 你们回去了 我肯定很开心的 你给我小心点 搬到门当了出货 我要你赔 不会的 放心吧 那你是同意了 你这做儿媳妇的 都比我这做女儿的善心 我能不同意吗 知道就好了 你记得人妈在这儿 去你的 谁给你的胆子拿我开爽 如今红花雪月时 而你的每个秋日 都像顺化为之 只是寻生随来之 世间余生的样子 从活着到我 甚至 你叫我老是 老是 吃水 不能在家 冷冷静静的 多无聊啊 没事的 你们玩吧 我真的不去了 哎呀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合情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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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今天的月亮好大 是啊 又有又大 妈 婆婆 你们怎么没 妈 妈 你们不是说赶货吗 这伙回来干什么 忙完了 我们这伙赶着团圆呢 你们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们回年假过节吗 婆婆 有你跟二雄在的地方也是我的家呀 我跟我娘家说了 明天再回去也是一样的 你这丫头 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的 妈 这段时间都没怎么回来看你 你要有没有好点 好 真的 放心吧 你们一回来 她什么都好了 妈 等我奋斗几年 到时候我盖大房子了 我们一家人还一起住 妈不求你们大富大顾 只要你们健健康康的 妈就去忙一族了 换句一堂的日子 我们拍个照片记录一下吧 来 来 来来来 来 妻子 耶 儿媳妇 你在干嘛 婆婆 昨晚听你一直在咳嗽 我等泥滩给你喝 烧著火怎么脸弄个跟小花貌一样 没关系 婆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没事 这几天夜里了 可能遭了了 伯伯 驴汤快好了 一会儿你端出来喝 我出去一下 连去擦一下 好 珍珍 你要去哪里啊 邱医生 我去镇上买东西 那正好 珍珍今天帮我带给我女儿 好的 邱医生 谢谢你了 珍珍 没关系 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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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Zither Harp 啊不爱我你是傻瓜 喂小米 珍珍你怎么把我妈给我的鸡蛋都搞碎掉了 啊我放在门口的时候还好好的呀 好好的你自己回来看全都坏掉了 那你看鸡蛋多少我赔给你吧 我妈给我的是家人的土鸡蛋很贵的 一百 好吧我给你转过去 老板这边有没有电热台 有这边带你去看一下 给你转过去了 好谢谢慢走 小韩你怎么在这里啊 珍珍阿姨对不起那些鸡蛋是我不小心打碎的 我不敢跟我妈说怕她骂我 小韩鸡蛋打碎是小事 阿姨赔钱也是小事 但是我们要勇于承认错误 更要敢于承担责任 知道吗 知道了珍珍阿姨 我要回去跟我妈承认错误 不能让我妈误会你 嗯这样才是好孩子 走吧阿姨跟你一起回去 好的阿姨 妈 小韩你跑哪里去了 整天都看不到你的了 妈对不起 鸡蛋是我打篮球不小心打碎的 我不敢跟你说怕你骂我 你这臭小子 走错事不说 还我误会你珍珍阿姨 没事的小敏 误会解开就好了 不好意思了珍珍 前天你转回去 嗯那我先回去了 好的你慢点 珍珍阿姨再见 好 珍珍 你去哪里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就几天天气人 婆婆都着凉了 我买了个电乐坛给她 嗯我来拿吧 好 妈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地里栽点生态回来 婆婆你人不舒服就不要去了 我和阿姨去 妈这是真正给你买的电乐坛 晚上拿去扑一下 睡觉就不会冷了 浪费这个干嘛 行吧你们两个去吧 嗯走吧 这边 月光从月空前行 朝一个方向巨津 故事一世尽力的光怪路里 只是因为你 一火虫飞向草坪 差不多了 走吧 啊 我会画这场景如飞舞的铅笔 这美好的与你 你会长出羽翼 有毛心和万里 将这世间温柔都紧收眼底 山河湖海系 而团结不如全意 任你如风门 自由气息 你日岁月更替 有毛心和万里 是爱与悲哀赋予你的权利 宇宙万物傲然 吹一人家欢喜 是我偷偷地为你梦影 你会长出羽翼 有毛心和万里 将这世间温柔都紧收眼底 山河湖海系 而团结不如全意 任你如风门 自由气息 你日岁月更替 有毛心和万里 是爱与悲哀赋予你的权利 宇宙万物傲然 吹一人家欢喜 是我偷偷地 婆婆 现在外面挺严重的 你要注意好身体啊 嗯 中间喝了米汤好多了 有了电了糖 晚上应该就不会冷了 我老人家 冷一冷冬天就过去了 浪费那个干嘛 妈 我们努力不就是 让你过得更好 怎么能再浪费啊 是啊 婆婆 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行 你们有这个心 妈很开心 吃饭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